- 喜劇這件事情啊 當然也有可能會笑場 因為實在太好笑了 或者是有幾場戲是 是不是挑戰特別大 導演你記不記得哪一場戲 或哪一顆鏡頭NG最多 沒有啊 我都沒有 表現很可穿可點 一顆都沒有 專業 我需要導演說法 我需要導演說法 第一天來在他的東西 就是我們在拍一場在地下室 然後那場戲其實是 整個劇裡面那個家 最像家的一場戲 就是他跟他先生跟他老公 住在豪宅住帳篷就算了 他們還去人家地下室去挖寶 去回收市挖寶 因為反正有些人堆的東西都很有錢 熱勝也很有錢 還擺某種寄生上流的概念 那時候他們就挖寶 挖寶的時候就會有一些家庭的對話 那是我們拍他第一天跟柯宇倫的第一場戲 他很緊張 他一來就是你知道 讀本的時候就這樣嗎 他一來就講說 我能量一定要展現我女主角的能量 我的喜劇節奏 喜劇節奏 然後就上場 然後就 很爛 太多了 小巴 這不是電影 好難喔 這不是那個空姐忙什麼 你不要空姐可以嗎 不然我們就這樣跟他講 我們都是用很鼓勵的方式 說我們再來一個 就來21次吧 21次 你長期拍了很久耶 我拍了已經踩到我們的室內 所以天光就沒了 對 4點 4 5點嘛 就繼續拍 對啊 那我們就說因為我們太喜歡你了 所以就多拍幾次 但是第一天 所以你忘記第一天那一個 不愛摸 選擇性失意 他非常開心的 結果離開現場說 我今天好厲害喔 做到了 做到了 然後我們所有人回頭都是 今天漫長的一日啊 我們今天可以很明白看到 導演觀點跟女主角觀點 真的耶 如此的截然不同 然後他們會跟我講說那天很高興 我就不敢不忍戳穿他的美夢 還滿好的 那天我真的很高興 你來當我們的女主角 真的滿好的 他有經過那種 選角試鏡的過程嗎 你有嗎 你好像沒有 你就是到底誰是導演 是被指定的嗎 沒有 因為那時候我們其實 就是我跟烈婕有這個 非常長的討論說 關於女主角是誰 當然我們都希望是 第一沒有演過電影 沒看過的 但是又能夠演喜劇的 其實然後外型還不錯 外型還不錯 還能當女主角的 因為畢竟是女主角嘛 那其實滿難找的 因為其實我們很多 很會演戲 很漂亮的女演員 線上的 然後你說年輕的也有 但是喜劇的很少 就是很少有人看到喜劇表現 那其實小巴那個時候 很快就被提出來 因為我們在選角的那個時候 就是空姐忙什麼的時候 最紅的時候 對 然後很有趣那天是 我帶了她的名字 然後我進去辦公室 碰到烈婕 那裡說烈婕我有一個想法 那裡說我們剛剛有一個人不錯 如果公司有寄郵的簡報給你看 然後我們兩個都同時想到她 這什麼浪漫的情節啊 拿出來是一樣的 我都不知道 你幹嘛都不跟我講啊 你很奇怪 她很微焦啊 對她很微焦 很奇怪 我不錄了 我好開心喔 我要回去了